那捨不到效益為什麼要蓋這條 這個高速鐵路呢 你把這個錢去給宜蘭做 其他有用的建設不是更好嗎 所以我是覺得這種 為了搶錢然後為了這個 搶選票在這時候 我覺得是非常不當的 應該很認真的 很理智的 很冷靜的再評估一下 以後大家不看這個官員做得還不好 只要你意識形態對了 只要你抗中反中了 只要你抗中保台了喊出來 你做什麼都可以了 對 我想撿到自我設限 如果既然去要了資料 而且事實上有異常的狀況 就應該繼續民意的查 甚至還包括監聽什麼都要 看有沒有人先有什麼消息 因為他們發表重訊之前 那個交易異常 就表示有人知道有什麼消息要發表 因為重訊我可能是好消息 可能是壞消息 那你怎麼知道要買或是賣呢 就表示你已經知道有什麼訊息了 一般對內線交易都查得非常嚴的 那為什麼對高端好像看起來有一點厚不薄齒 對東洋就好像很嚴 所以我覺得檢調加把勁吧 市場把資料找出來 隨買隨賣都知道的 怎麼會不知道呢 那當然另外就是黨政高層也不要去干涉人家 當你們這麼樣 當你已經異常的去維護高端 去拉抬高端的時候 檢調對於異常的狀況 當然就異常的這個態度嘛 就是那個態度是非常異常的 跟一般的情況是不一樣的 所以你覺得背後是誰在撐腰呢 讓檢調好像不敢自嘲 你看嘛總統副總統 行政院長都 陳時中都那麼撐高端 那這麼重要的 這麼強大的力量在撐高端 檢調不怕嗎 對不對 檢調會不會還沒查 只有被換掉了呢 他當然很在乎很介意嘛 政治理想到司法了嘛 他現在已經不只案了 其實不只六個案子 好像還多了 還有一個搞不好有七個案 所以換句話說 你原來花了七千萬做了四個案 那你現在怎麼突然就 因為有爭議 就突然多跑出兩個或三個案呢 那你原來那個案子 不是都白做了呢 那是不是不需要花錢也可以做呢 然後呢 宜蘭站也好 四層站也好 聽說土地都漲價了 那這就赤裸裸看到民進黨 派系的這個爭奪嘛 不但爭官位 也爭利益嘛 因為在哪裡設戰 那個利益都非常大了 那實際上該不該宜了 該不該在宜蘭高鐵 拉到那邊設戰呢 本來就是存在很大的爭議嘛 因為你設戰的目的 就是為了紓解血稅的這個擁擠嘛 但是他們的調查不是說 在津峰時候 在這個連續假期之後 血稅的這個交通 只能被移轉百分之五 到這個高鐵來 那這樣有什麼意義呢 那有什麼意義 那花了一千七百億到兩千兩百億 等於是整個西部幹線的三分之六千 那捨不到效益 為什麼要蓋這條高速鐵路呢 你把這個錢去給宜蘭做其他有用的建設 不是更好嗎 所以我是覺得這種為了搶錢 然後為了這個搶選票在這時候 我覺得是非常不當的啦 應該很認真的很理智的 很冷靜的再評估一下 就是說蔡英文的四個堅持 其實是民進黨在90年代的 他的這個台灣前途決議文 那你總統把你的黨裡面的決議文 當成國慶文告 其實我覺得這個就很值得商榷了 你一方面要其他的政黨跟你配合要團結 一方面你把你自己黨的東西來 變成國慶文告的內容 然後你還要柯文哲首都市長 在議會裡唸或是背 我覺得是很不恰當的啦 你們自己黨裡面去背去唸就好了 你幹嘛叫這個 不是你黨裡面的 不是民進黨的柯文哲去唸呢 那柯文哲當然不唸嘛 這很正常 你叫我也不唸 我覺得這個縣市很難這樣比啦 因為第一個北市的人口也比較多嘛 那第二個就是 一般來講都是會優先給這種 國際大都市 特別是首都 給他特別優先 因為他染疫的比率一定最高嘛 他接觸的可能性最大 人跟人之間的關係最密切嘛 那其實台灣不是這樣子 他講究一個齊頭的平等嘛 那另外就是說 我看台北市的講法是說 譬如說你明明只有24萬人的量 結果呢你給我的42萬人 那這樣的話我當然打的 這個量就比例就低嘛 這是一個嘛 然後大家就抱怨嘛 第二個就是說 他說 我看那個勢力醫院講 台北市能管到的醫院 都已經全力在打了嘛 那你其他管不到的醫院 可能有時候要中央出來協調 那你台北市管不到啊 很多是國立的啊 也不是屬於勢力的 我覺得這個事情 中央地方去爭沒有意義啊 中央地方應該合作 趕快把這個普及率提高 趕快把第二劑打到七成或八成 然後才趕快解封 才是政辦 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說 蔡英文講說 轉型正義不是清算鬥爭 這是說給外面人聽的 他原來的轉型正義 他成立這個轉型什麼 轉型正義委員會 他就是要清算鬥爭國民黨嘛 他否則成立幹嘛 他就是清算鬥爭國民黨 你看他做所有的事情 還有之前他們講的那個 副主委講的話 就是清算鬥爭國民黨 只是國民黨已經被他搞到現在 第一個一窮二白 第二個打到谷底了 所以國民黨其實也沒什麼好清算鬥爭 他就是這樣 你在清算鬥爭他 他已經是這樣 就沒有想到政治的縣市報回立標 轉回來打到他們自己 所以打到黃國書 甚至還牽扯到江鋒間 甚至說還有職位比立委更高的人 所以打到他自己 你要這樣想說 你現在去追究說 那個時候是黨國議題 那個時候本來就是黨政一家黨國議題 那早些的時候 國軍還是黨軍 黨軍還是國軍 你靠什麼去什麼北伐啊 抗戰啊 那個時候 很多時候就是國民黨的部隊 那你現在去把那個時候的情況 現在來鬥爭他 你很無聊嘛 對不對 那你當然可以鬥爭他 你以現在的講個大道理你可以鬥爭他 但是你回到那個時候的狀況 那所以現在那個時候 國民黨一黨獨大嘛 所以很多人加入國民黨 對不對 民進黨一堆人當時加入國民黨 那會不會講說 這些人為什麼當時加入國民黨 為什麼現在是叛黨呢 那等於是叛國民黨啊 按照這個蘇智森的講法 那不是很無聊嗎 當你去鬥爭清算這個事情 最後就打到自己 他現在就打到自己了 我覺得現在他們這些官員就比 誰愁忠 反忠 恨忠 誰越強烈呢 就像謝志偉這樣 大家都說他好啊 外交部長說他好啊 總統也說他好啊 那既然他好 那別人就不好了 或者別人沒有他好了 那別人都要群起校友啊 就要跟他學啊 所以每個人就比這個 比意識形態嘛 誰對民進黨效忠嘛 比誰更反忠嘛 那這樣的話在民進黨裡面就 位置就很穩啊 你別人拉他不下來啊 就靠這個 但是這個很不好嘛 你會變成說 以後大家不看這個官員做得很不好 只要你意識形態對了 只要你抗中反中了 只要你抗中保台了喊出來 你做什麼都可以了 那我就不知道你這個官 到底做得好不好嘛 你不好照理講你應該下來啊 但是現在不必啊 因為我意識形態對就好了 那大家都這樣學啊 所以我覺得是非常不好的例子 尤其你搞醫學對不對 你是做防疫的 你把意識形態拉到那麼高 有什麼意思呢 沒有意思啦 朱立委員要在美國搞個辦事處 是希望跟美國增加交流啦 避免老美認為說呢 你好像都不理美國了 但是因為搞個辦事處 等他有人嘛 要人力物力都要有啦 錢有應該要花不少錢 那反正盡力而為吧 我覺得是有必要的啦 那我認為兩邊都應該搞了 在美國應該有個辦事處 在大陸應該有個辦事處 兩邊都有個聯絡處 那邊跟老美溝通 這邊服務台商 其實都有必要啦 那就是說 我覺得兩岸之間還是和平啦 你去這樣 因為你不能否認他的軍力是大的嘛 那你要跟他做軍備競賽 那是沒有止境的 你今天就編了五千多億預算 又怎樣呢 兩邊怎麼樣能夠和平 就是說他很強大 你不要去惹他嘛 任何事情就是說 一方面你還要跟他做生意 還要賺他的錢 你要去捅他 這很奇怪嘛 我賺你的錢 我也不希望你打我 也不希望你來動我 那我就 就不要去捅你 然後呢 大家能夠盡量互相忍讓 互退一步 我覺得 然後 然後 在維持現狀的基礎上去發展 那將來怎麼樣 將來誰知道呢 對不對 後代的事 子孫的事以後再說嘛 所以 維持現狀 雙方都維持現狀 然後各自努力 我覺得才是 最符合雙方的利益 我覺得 其實我們沒有 沒有什麼處理 我們其實 也就是 需要 所謂晚會 就是說 那個晚會其實是一種 比較好笑的晚會 並不是政治性 那麼高的 就有一點 諷刺的味道了 把陳柏惟過去講的話 拿出來笑一笑這樣而已 但是我知道 他們 這個 動員的人其實很多 你看從民進黨的 這個 立法院的副院長 大官 很多大牌立委都去 那在罷免陳柏這邊 其實 比起來 動員的力量少很多 那 對我來講 我只是覺得說 我很 遺憾我不是台中人 如果台中人 我就有資格去 去投票嘛 也沒資格嘛 也沒資格 所以 我覺得 民主 罷免是民主的 這個 程序之一嘛 那既然是民主 也是法律規定 大家都來嘛 贊助也好 反對也好 反對都去投票 我是鼓勵大家都去投票 有時候 辦什麼晚會啊 講的話都很難聽嘛 你那個 我覺得 對小孩子來講 是很不好的教育 那 尤其台中 二選區 那個民分很純樸嘛 海線嘛 那 你選出一個立委 你要好好為選民服務 在立法院好好問政嘛 那講話都 很難聽 然後 不是一個民意代表 應該 應該做的表率啦 所以這點 我覺得 他 我覺得 選民選他 如果我是他的選民 我會覺得很後悔 很後悔 我覺得好像變成一個笑話一樣 所以 這是為什麼 那麼多人想要罷免他的原因 那麼多人想要罷免的 那些人想要罷免他的 我會做一件事 那些人想要罷免的 我會做一件事 我會做一件事 跟他聞起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